在英文政府执政后 台湾的保调团体担心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新政府会屈服日方的压力 因此联合来自香港澳门的保调人士 17号凌晨再度乘船 打算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 却在途中遭到台湾好与寻属的拦阻 富皇卫视随行采访 独家记录全部的过程 深夜的码头 台湾 香港和澳门的保调人士 低调迅速地将补给品送上船艇 趁着夜色 台湾沉寂已久的保调行动又再次展开 如果一切顺利 六个小时后 台湾保调船将接近钓鱼岛 但行动似乎提前曝光 台湾海巡署的人员轮番上前关切 当船艇准备离岸爆关时 百番刁难 这都是这 这都是这吧 对吧 自认一切合法 台湾保调船不离海巡署的拦阻 没有想到才刚驶出码头口 海巡署船舰舰又以手续未完备为由 逼近保调船要求返回 压下不满情绪 保调船再次返回爆关 双方又爆发口角 终于海巡署愿意让步让船出海 17号凌晨一点多 保调船离开基隆的码头 迎着风浪一路全速向钓鱼岛方向前进 船上保调人士急掌庆祝 但这样欢乐的气氛只持续了约30分钟 起飞海面上突然出现强光 两艘台湾海巡署的船舰一左一右 在保调船后方出现 台湾的保调船现在正朝着钓鱼岛的方向来前进 在我后方的是台湾海巡署的船只 在后头紧追不舍 并也透过广播系统不断的要求 制造保调船能够反回台湾 船长 叫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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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三脚岳吗 你快点了 我把他们回去 保调船没有停下 反而与海巡署的船舰大完庄名长 海巡署船舰不断高声喝斥 要求保调船返航 并且以前后包夹的战术 迫使保调船停下 船艇内的保调人士面色凝重 心里清楚这一次保调行动只能到此为止 蔡英文实在太妹子了 她是用各种的方式来干扰我们 不会放车 我搞了保调几十年了 所以你还会再去 还会再去 在海巡署船舰的看守下 保调船只能回头 朝出发的基隆必杀鱼港前进 蔡英文政府执政后 第一期的保调行动被迫夭折 但保调人士表示 只要蔡政府在钓鱼岛的问题上 向日方屈服 保调行动必将再起 鳳王卫视 黄家腾 黄志祥 施伟林 台北报导